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新加坡的法律啊 大家一直都认为非常的严 因为新加坡有一个边刑 就是会用这个藤条 虽然说是鞭子 其实也不是鞭子 就是一个藤条 打这个屁股 所以这个刑法呢 被很多人诟病 很多外国人都觉得 哇这个新加坡的法律 太严 而且新加坡 去过新加坡旅游的人 都会看到新加坡街边上呀 会有很多的告示 会有很多的sign 告诉大家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新加坡法律 真的是太严格了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而且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打鞭子 其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说过一些我的亲身经历 那么今天呢 感谢一位好朋友 新加坡的好朋友 给我发来的邮件 给我提供了几条新闻线索 我来对比一下 这些新闻线索以后呢 我真的觉得 有些时候 新加坡的法律 真的是太松了 或者不能说太松吧 我只能说是太人性化了 那么首先这样 我们来看我这个朋友 发来的这个邮件 给我提供的新闻线索 这条新闻线索呢 是这样子 是新明日报 7月3号周三 也就是昨天的一条新闻啊 标题很好玩 叫做汉妇 醉酒 哭闹 打保安 然后也打了警察啊 这个 我们把这个事情 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一个女的呢 她喝醉酒了以后发疯 然后保安呢 把她带到德士站 然后去这个打德士离开 她呢对保安又打又踢 然后警察到场以后呢 她还给了警察一巴掌 然后呢 结果被判入狱12周 罚款1000元 被告 这个名字是英译的啊 46岁的一个女士 来自中国 又是来自我们的摇摇领先国啊 是本地的永久居民啊 她已经拿到 这个新加坡的PR了 她面对三项 包括蓄域商人 阻碍公务员 执行公务 公共滋扰 以及抵触私人保安业 法令的控状 2023年 去年了啊 9月19日凌晨2点 这个女的呢 46岁这个女的呢 她在克拉克码头 在克拉基啊 被一名保安发现 她真的和另外一个 反正就是在纠缠吧 就打吧 反正呢 保安把她送到了这个德士站 她又继续发酒疯 又哭又闹 保安被被告打了好几巴掌 小腿也被踢 于是报警求助 真的新加坡保安 真的是脾气太好了 这要换了是在别的国家 或者是在110仙国 那真的是 两圈就把你打闷掉了 新加坡到场后发现 警员到场后发现 被告看起来相当的嘴 而且鼻子在流血 后来就是说 后来就是电子这个 就是监控显示 她之前是和别人发生争执的 结果这个女的呢 被别人给打了 她没有占到便宜 没有打过别人 她被别人打了 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笑的 我只是觉得这个女的 蛮扯的 anyways 她被人打了 然后她可能心里面很不满意 结果保安对她 比较 比较友善 她反而还打保安 结果你看啊 然后警员到场后 发现被告流血 然后警员要求出示其身份证 他开始蹲在路边上找 不久后 开始从包里拿出东西 扔在路上 挑衅警员 然后呢 被告还要求警员 整理他从包里掏出的东西 还有钱 与警员交叉过程中 被告反复对警员 大喊大叫和嘲弄警员 警员不止一次要求被告冷静下来 这个我是通过上次那个医院里面 达到医院的那个女孩子的那个事情 我确实发现新加坡的警员 真的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啊 要她不要大声说话 但她还是一意孤行 当警员要求被告 不要碰她时 被被告删了警员 左脸一巴掌 导致对方面部磋伤 真的把警员的脸都打磋伤了 被告后来在现场接受医务人员的治疗后 被捕 被押送至 禁区 然后后来就被被控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 一直到昨天才被判刑 那么 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说通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新加坡法律太松了呢 这个女的居然又打保安 又和别人打架 寻衅滋事 又打了警察 袭警啊 这个在加拿大这里 绝对是重罪你知道吧 袭警 结果她只被判了12周 罚款1000刀 我不知道这个1000元是人民币 应该是新元 我估计是啊 12周也就是她只被判了 四周一个礼拜 也只判了三个多月 我觉得这个也太松了吧 那这样的话 那以后 谁都敢打警察了嘛 对不对 也不就被判个12周 罚个1000块而已 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从这点上 我就觉得新加坡的这个 法律判罚 是不是太人性化了一点 当然 我不太了解新加坡这个 监狱的这个规定 是不是因为新加坡监狱比较小 关的人比较多 可能床位比较紧张 所以一般都是 快进快出 所以说就不给这些 太过严重的这些犯罪 就是比较短的刑期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法官考虑 这个 这个46的这个女士 她可能是第一次犯呀 或者是认罪态度比较好啊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 这个文章里面 新闻里面也没有报道 但是 有一点 我就觉得 真的是 三个月 我不知道在大陆会怎么样 但是在大陆的话 你要是打警察的话 那真的是我觉得你这个麻烦大了 你真的是麻烦大了 我觉得这个 反正会很麻烦的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这一点 大家都觉得新加坡 哇 动不动就打你鞭子啊 怎么怎么样 当然鞭刑不能对女性使用啊 但是 最起码也能够侧面说明 这个判刑还是比较 松的 我觉得是 我当时回复这个邮件的时候 我就回复我的那个 新加坡的网友 我就说了 我说这个判的太轻了 这种打警员 就是欧打公务执法人员 简直就是 不可理喻 重罪 这应该是重罚 我觉得是 应该是这个 才能起到一个重罚 才能起到一个 杀鸡警口的作用 Anyways 反正我罚得很轻 然后再回过头来说 我之前说的话题 很多人觉得新加坡法律重 但新加坡的法律 其实是 其实像这个新闻里面报的一样 是非常的忍性化的 他会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而定 在我之前的这个回复里面 有人回复说 他父亲在新加坡抽烟 在祖屋作为抽烟 然后是被提醒了好几次以后 才被罚款的 对吧 这是实例 然后我自己 我之前也说过 我当年2009年的时候 我跟我当时的 我的太太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吗 我当时的那个 我的对象 当时我的女朋友 还有我的新加坡朋友 还有一个香港朋友 我们一起开车去马来西亚玩 当我们过边境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是中国护照 当时一个香港护照 新加坡护照和一个加拿大护照 结果我老婆当年 也是犀利糊涂的年轻嘛 在新加坡只能 就是免签归免签 但只能待一个月嘛 30天嘛 结果她已经逾气了 那么两三天吧 结果过海关的时候 我们是驾车去的嘛 在那个海关的地方 被拉进了小黑屋 当时我们都想完蛋了 因为当时我也觉得 因为新加坡是不是法律很严啊 虽然我知道它不会被编刑 但是会不会被很严重 或者是重罚呀 当时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在车子里面就很 车子里面一片死寂 一片寂静 我们都没有太多的聊天 大家心里面都一直悬着 但是很快 五分钟十分钟 他就出来了 然后跟我说 跟我们大家说 这个很好 这个海关人员态度也很好 说给他 警告了他一下 然后给他重新盖了一个章 让他续了一个 续签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继续去马来西亚了 然后后来回新加坡 我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新加坡法律 我觉得还是在执法层面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这一点我觉得 可能发达国家都这样 在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我有一次 也是我太太开车 去我岳父家过圣诞节 在高速公路上 其实我太太是超速了 但是呢 警察把我们来来以后呢 过来以后呢 给了一张警告单 没有给我们开一张超速的罚单 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 是圣诞节 快到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先是在看我们的牌照嘛 查到了我老婆的驾照 可能我老婆 没有超速的这些单子 属于出犯 所以他就只给了一张警告单 一分钱都没有罚 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 这里的警察真的是 以教育为主 而并不是非要 重罚你 新加坡我觉得也是一样 在很多情况下 包括这个打警察 都只被判12周 当然 这只是一些 轻的罪行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件 他们还是会比较 从重处理的 比如说 在新加坡 如果对女性 进行一些骚扰 或者是侵犯的话 那么判罚是比较严重的 也是昨天 刚刚发生的一条新闻 一个 日本的一个 在新加坡 法刑师 醉酒以后 和另外一个 同样也是最久的 一个大学生 然后他对这个大学生 进行了这个侵犯 然后呢 被判了 17年半监禁 和20下 鞭刑 是7月1号 刚刚7月1号 前几天 刚刚宣布的宣判的 20下鞭刑 和17年半的监禁 然后当时事发是 在2019年 12月30日 可能是跨年之前 就假期了 也是在Clarky 这个买醉后 两个人 就回到了住处 然后 这个被告呢 就是这个日本人呢 就非常的迫不及待 回家以后呢 还用手机 把过程都录了下来 然后 不顾对方 意识清醒后反抗 继续对对方 实行侵犯 对吧 并且 把发的这个录像 放给了同情的朋友们 这个就非常的恶劣了 这种 真的是非常恶劣 事情的这个 具体 过程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最终呢 被判了17年半 和20下编刑 然后 这个事情在日本 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为什么 因为日本 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56岁的男的 他也被 这个 被 控诉 他是对女性 实施了这个侵犯 结果呢 后来呢 他被判了 无罪 所以后来 日本的很多 这个 网友就转发 新加坡这个判决 觉得应该是 判重判 而新加坡在这方面 不姑息 我觉得是很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简单的聊一下 这个 正好聊到的这个 边刑嘛 就聊一下边刑啊 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边刑 新加坡政府 一直是坚持 边刑不等于折磨 重刑 才有 有效 重刑 才有 有效 遏制 犯罪的这个 能力 但他并不是等于要 折磨这个 受刑人啊 严格的执行标准 这个 用于成年男性的 藤边 藤条 为 长度为1米2 直径不超过 1.27厘米厚 然后呢 这个 边刑 藤条的三分之一 会进水 增加 柔韧度和弹性 执行时 这个执行官 必须不考虑 犯人的年龄 和罪行的轻重 使出权力 每一边都 少许避开前面的伤痕 整齐排列 精准分布 边刑数量大十 几名这个行刑官 会轮流上阵 确保边刑效果 保持一致水准 受过边刑的犯人 都表示这种 感觉疼痛难忍 如同触电 是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 然后呢 伤害性和羞辱性 都很强 边刑在执行时 虽然在场人员不多 除了执行官和犯人以外 典狱长和这个医生 也会在现场观看 犯人会被要求脱光 全身的衣服 走到这个一行架之前 然后被实行行刑 所以呢 虽然没有外人在场 但一样 犯人会感受到 自己的这个羞辱感 是非常强烈的 会在一个A字形的架子上面 全身裸露 被执行 这个90度趴着 被执行 这个双手双脚被绑着 被执行边刑 而执行官绝非力大 就能完成 这一刑法呢 也非常讲究技巧 在刑刑官出手前 不仅需要全力抽打 还需要保证 这个藤边的尖端 迅速地从伤口上滑过去 导致皮肤擦伤和鲜血渗出 一些受过病的人表示 哎呀 这个很痛苦了 反正就是非常难受 非常痛苦 整个过程中 犯人是不会被封口的 所以很多大人犯人呢 会大叫 然后变得虚脱 然后呢 就是非常痛苦吧 然后屁股上会留下 永久的一些疤痕 所以一视同仁 没有什么逃避的 2016年英国公民 这个叫什么 叶明元 携带毒品 在新加坡被捕 然后被执 被判了执行边刑 24下 就说 新加坡对这个 确实是 法律就应该这样 一视同仁 不能有这个法外情 要不然的话 就很难 维持法律的公平性 对吧 然后 即便逃脱多年 落网以后 一样少不了 有一个男的 因为欠高利贷 和同伙入室抢劫 其中也是侵犯了 一名二十岁的女性 后来逃脱以后 飞往泰国 13年 他们回到新加坡 立刻被捕 然后一样要接受 之前所判的这个 边刑 所以 后来这个 表示就说 如果身体不适的人 OK 可以先治疗 治疗好了以后 边刑还是跑不掉的 新加坡 之前的这个 2022年12月18日 前总统 雅各部 Jacob 甚至在脸书上 发表贴文 呼吁重新探讨 年满50岁的 这个重刑犯 就免受边刑的 这个法律法规 他是主张 即便满了50岁 如果还是对女性 实施侵犯的话 一样可以受到边刑 我同意 为什么呢 我并不是一个 非常喜欢 我并不支持 这个比较重的重型 但是 这个50岁这个问题 我觉得 值得畅讨 为什么呢 现在50岁的男性 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我们人类的这个年龄 寿命是越来越长的 50岁的话 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 壮年的这个阶段 它并不是一种 老弱上品 老弱病残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50岁确实是有点低了 当然我不知道 荧幕权的你 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对于对新加坡法律 有误区 有这个偏见的朋友 大家可以好好的 多做一些research 做一些调查 不要只是因为 一些街头的标识 或者是一些新闻里的 这个危言耸听 当然新闻没有 不是说新闻就一定是假的 但是新闻里面的 这些编刑 那都是极少数的 对不对 我在评论区发过 这个我在事情的视频里面 评论区有过这些探讨 很多新加坡人 做了一辈子 大多数新加坡人 做了一辈子 也没有受过编刑 也不认识受过编刑的人 所以说这东西真的是 非常非常极少数的 而大多数的这个发达国家 我不说了吗 都是以法律 都是以一种教育为主导 并不是说 非要一定置人于死地 大家一定不要对新加坡的法律 有所偏见 对 新加坡的法律 严一视同仁 这只能说明 他们的执法力度公平 对所有人都公平 但不代表他们就一定 都要把所有人都置之于死地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公平的看待 新加坡的法律 而这样的法治健全的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 非常法治健全的国家 而且是依法治国 而且因为这样 是依法治国 所以新加坡的政府 也是非常清廉的 改期我会好好的 再做一期视频 去聊一下 新加坡清廉的政府 这个话题也是值得 我一直想说的 但一直没有机会说 好吧 那么 你对新加坡的法律 有什么看法 可以把你对新加坡的刑法 包括你觉得新加坡 到底是法律重还是轻 我个人觉得说实话 在很多情况下 新加坡的法律还是比较 这个有人情味的 当然 如果你犯了重刑 那该怎么样 是怎么样 有一些 真的是突破了道德 道德底线的这种 这种罪行的话 我觉得也是不容姑息的 好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 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